1月底,美国HBO电视网和英国第四频道,联合出片了一部关于美国乐团传奇天王麦克尔杰。 可逊的纪录片《逃离梦幻岛》,没想到竟然引起中国分子大规模抵制抗议。 在过去三周里,约有20个城市的中国粉丝,在地标建筑打卡,抵制美国HBO电视网。 粉丝战还重成了8000英镑,在英国的车站和公交车上投放宣传广告。 这些抗议抵制活动,全部因为HBO客说无凭。 在纪录片中指控麦克尔杰克逊卵投,引起杰克逊家族和全球粉丝不满,更给自己运来了一亿美元赔款的巨额官司。 即便已经去世十年,迈克尔杰克逊,已经过不上安生日子。 十周年纪念还未到,乱统一元卷土重来一切,将从杰克逊去去自狗市的梦幻庄园。 说起,为了缅怀自己的童年,并为所有的孩子提供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,1988年杰克逊满下梦幻庄园,并向全世界的孩子免费开放。 但因为与孩童的频繁密切接触,让他多次被指控是先晚童,虽然随后都被法院证明清白,但杰克逊再也没有回到过庄园,而是住在加州被福利山庄,一座月租七万美元的房子里,庄园也随之关闭。 但英国第四频道,与美国HBL今年联合发布的纪录片《逃离梦幻岛》,又将公众视线拉回到这座庄园语言同丑闻中。 故事围绕着两名男性的陈述展开,二人声称,分别在七岁和十岁开始,在梦幻庄园遭到杰克逊侵犯。 但当时,他们一年纪顾小不懂,长大后才反应过来,自己曾被性侵,于是,再次回到镜头前爆料。 这部纪录片影片,一于一月在圣诞司营展上首映,三月分日首次登上电视荧幕在美国HBL播出,明后天将在英国第四频道播出。 为报称纪录片的一些细节敏感,皆恐怖,正应当天,圣诞弥斯电影节的导演张克逊还告诉观众, 他们在大厅准备了精神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员,可以在观影后请求帮助。 声称又是遭到杰克逊性侵的两名当事人,乱同一运,被认为是对迈克尔杰克逊精神伤害最大的负面新闻。 这位已故流行天王遭遇过两次指控,第一次是在了1993年,另一次是在2003年到2005年间,两次都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其中最令人唏嘘的是,在1993年,对杰克逊提出乱同指控的Evan Chandler, 声称自己的儿子Jody Kendler遭到侵犯,杰克逊为不影响世界巡演决定快刀斩乱吗?做出2200万美元的赔偿和解。 但当杰克逊在2009年缺世后,受不了良心讨论的Jody公开承认乱同事件不实,自己被父亲逼迫。 才配合悄悄,同年父亲Evan应但自尽,两次乱同案对麦克尔杰克逊的事业,精神事件,以及健康状况,产生了很大的打击,但这些案件,最终都被法院正视为子虚无有。 而如今,杰克逊已经去世十年,又有人声称,自己是蓝同案受害者,引发公众关注的同时更多的是质疑。 负负责杰克逊2005年缺同案和阴谋案的辩护律师,对这部影片中的控告表示震惊,因为当杰克逊在1993年和2003年被指控缺同时,记录片的两个主角都曾为杰克逊作证,立正其清白。 但在纪录片中,韦克和James都表示,自己当时是被惨破作伪证,没有说出真相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准备。 杰克逊家族意志状告影片主角,在被曝出镜,为求财曼赫尔杰克逊遗产管理委员会,后点称为遗产委员会,曾在上镜前多次试图读至纪录片播出,但都未成功。 在圣诞资营展上首映后,遗产委员会发表解决声明,坚持纪录片是基于虚角事实拍摄成的,称这不是纪录片,而是用小报的手法,对杰克逊进行的人格诋毁,就像他生前遭受的那一样,直指逃离梦幻岛,吃人血馒头,粗暴消费事者。 遗产委员会的律师Howard表示,整部片子记录的,只是Witt和James两人的一面之词,而另一方当事人,杰克逊,却再也没有机会澄清自证清白。 所有参与并制作这部纪录片的人,都有试图从中牟利的经济动机。 在HBO的法庭上,没有陪审团,没有盘问证人的机会,也没有辩护。 只有一个故意制造汉人听闻故事的电影制片人,认定自己是最终把关和陪审团,对一个清白的人预定罪名。 杰克逊的兄弟们为其发生剧美联社报道,麦克尔杰克逊的家人,多年来都有预感,针对这位流行巨星的丸童指控,随时都可能会卷土重来。 杰克逊的侄子塔吉说,今年恰言,正是此事。 拍卖豪表示,2011年VIP直接把藏品交给了店家,并且告诉拍卖豪自己需要钱。 VIP要求匿名,他说,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,是他在2011年卖这些东西的。 但我们不同意,便把它列为VIP的收藏。 拍卖行网站显示,在视频中烧掉的其中两件物品,Bed,Emmy中的五指钱币手套,Smooth Criminal,Emmy中的软泥帽,分别以31250美元,和49920美元买出。 收益获得者是VIP。 随之,网友又发现这次拍卖发生在VIP端雾。 自己又是曾被性侵之前,更加怀疑是VIP在并卖完藏品后无油水可牢,才突然称自己被性侵污告杰克逊求取钱财。 在多次抗议被无事后,遗产委员会向HBO及其母公司时代华那提起诉讼。 在提交的强制仲裁申请里,他们指责HBO支持两个敲诈M。 只以产未过的骗子,并以为反VIP端雾款为由要求其赔偿1亿美金。 1992年,麦克尔杰克逊与HBO签订协议,同意让HBO频道转播为显示的演唱会,为HBO带来最高收视率。 而协议中也包含了非便递条款,因为HBO不能做出便递否定麦克尔的行为。 现在HBO跟将仇报,波音对杰克逊不时折空的纪录片。 不过无论是导演还是HBO高层,都对此不以为然。 导演对美联系记者表示,他杰克逊身边的人可以说,他绝对不会是蓝童者,但他们怎么知道? 这太可笑了。 而HBO高管在2月早些时候就宣称,他们支持这部影片,没什么能阻止他在3月初播出。 全球